大家好,我是杨美丽,今天从成都出发,走318去拉萨了 总共去了七八次西藏了,然后走过川藏,走过滇藏,走过丙茶茶 然后走过新藏线都走过两次,走青藏线,每个线路都走了两次 有时候是坐飞机,有时候火车,有时候搭车,有时候是自驾,有时候是骑行 今年三月份,骑小摩托车,骑了两个月,终于到了拉萨 所以我的摩托车放在拉萨的,这次是跟朋友的车去拉萨 他没去过拉萨,顺便带他走一下,路上的风景和故事最重要 所以我不愿意坐一个飞机200块钱就去了 今天一路狂飙,飙到了亚安,准备在亚安吃个亚鱼 亚安有三大特色,亚鱼,亚鱼,亚鱼 当然,四川话说这个亚鱼都是一样的 它一个是下雨的鱼,一个是羽人的女,一个是鱼,水里的鱼 这是一个很大的引地,但是还没修好 这里也是一个熊猫基地 这个引地很难找了,开始找了一个就觉得很热 现在的话,往这个山上看一下,这里有个公园 但是这个路太难走了,旁边的话都在修路 因为美丽是四川人,所以看四川亚安也跟我们四川差不多 所以没有什么新奇特别的 农村也跟我们农村也差不多 终于上了亚安的山顶了,这是全貌 Hello,大家好,我是美丽啊 美丽现在在亚安了 出发318了,这是亚安的,那个山上面 知道我们怎么上来的吗 爬上来的,天呐,这里爬到下面去 下面还有,你看,才上的来 这个是金峰山旅游区 不过这个路还没有建好,所以没有什么人 上面有一个寺庙,本来想在这里吃个斋饭的 但是也没有开,所以还得下山去吃亚鱼 这个斋堂里面都是活鱼,美丽人 这里有荷花,还有莲花,风景不错 还有这个桂花,红色的桂花,特别的香 走了这一路全是桂花的香味 桂花的话可以泡茶,也可以泡酒,也可以做酒量 还可以做很多的那个香包 香水啊等等,还可以做化妆品 芽安的锅盔也是很出名的 先解解餐吃个锅盔 然后再去休息一下,找个鸭鱼吃一下 这里都是锅盔 好吃 军屯锅盔啊,南通锅盔啊 芽安这边的锅盔也很出名的 好不好吃啊 你们山东的锅盔是啥样的 那么大,那么厚的 那么厚啊 我们这个小小铃铃 今天的露营地 在一个河边上 然后准备在这个公园里面 这个草坪上面露营 好久没有露营了 这里还是蛮安静的 但是这个公园没有厕所 只有一家火锅店 给他说了一下 他也不让上厕所 后来因为没上得了厕所 准备离开这里了 因为牙很瘦 蚊子也很多 还没有厕所 做生意的 借个厕所也不借 算了 还是换一个城市呆吧 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 现在已经7点钟了 哇 日落真美 原来四川的日落也这么美 现在7点钟了 太阳都已经落下来了 我们现在又在赶路 还有注意三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离开亚安了 去卢定桥 太热了 热行了 我们为什么走了 你看我 蚊子 全部都是蚊子 然后又热 然后 我是从新疆过来的 我是从新疆过来 然后这里又热蚊子又多 实在是受不了 老坦他是从内蒙过来的 内蒙也凉快 也没有蚊子是吧 我们两个居然受不了 然后跑了 然后这边是找个厕所 也没找到 那饭店里面也不给上 这个公园有个厕所呢 左右那个都疯了 过不去 哎呀 太难了 所以我们继续向前 去楼顶桥看看 只希望到的地方凉快一点 就可以了 走过了 走过了 两个憨憨 这边是 现在要去楼顶 现在要走在康町去了 掉不了头 哎呀 妈呀 我就是越走越远了 现在已经10点钟了 还在继续赶路 这个桥好漂亮 这是楼顶大桥 走错路了 现在已经到了康町了 我们今天奔的好快 从成都 从成都 奔到 那个 亚安 又错过了路顶 现在奔到康町了 美丽现在已经到了康町了 哇 你看这个 好凉快啊 好大的水啊 哇 这里好冷啊 把我的猫将裤穿上了 我的脖海 哇 这里好漂亮啊 就是有点太冷了 白天就把我热死了 现在又把我冷死了 走 我去开风景早吃到 电气 环境的颜色挺好看的啊 看这里好浪漫 我以为是舞台了 你看它 它不是舞台 然后是花台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吊下眼泪的无尽作业里 就两万万 我以不舍 不止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 你这个吉他的罢工了 他们自带音箱整起来 这个气氛好好哦 没死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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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死你修 开一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口吻 已经刀刷我的心 人生的一段情绪 对面的一段情绪 愿望我相爱 自娱自乐 你看没有自带音箱 开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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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好浪漫 啊 这里太滑了 啊 这里太滑了 哈哈哈 再超高一点 为意消得人憔悴 不吃冰雪 为饥饥饿 那是啥子 为谁风露 地中宵 跳着一把又高反了 啊 高反了 哈哈哈 山有木兮 木有志 本来今天吃雅酱鱼的 结果吃成了串串 这是他点的 这是我点的 我是肉食动物 它是个素食动物 哈哈哈 虽然今天很顺利的到了亚安 但是又很不顺利的 到不了卢定 结果又到了康定 但是康定很漂亮 又没有蚊子 然后又凉快 还是挺好的 在这个城市 准备待两天 康定就是康定情歌 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哇 这里真的好凉快呀 318 我来了 现在我跟我土地 我们两个人 马上还有一个土地过来 我们就是三个人 免得两个人说闲话 三个人的话 就要好一点 是不是 就不要说闲话了 谢谢大家关注